先把我们需要的比如说筛选总价先做出来 然后呢 再来针对什么呢 做完的结果去做一些房呆的机制那前面当然我们有做过几个包含就是 没有填写资料的话那不过因为多了个Y所以前面是如果先判断 X如果等于空的对不对 那不过这个地方当然你要多一个或 Y等于空 就是X跟Y其中有一个是空的当然就不行 那当然请务必输入资料 OK 另外当然因为我是用Application.ebookbox Application.ebookbox 他有一个作用 就是如果你没有填资料他也不能让你过 OK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用Application.ebookbox下面这个基本上其实可以不用加了 因为他等于就是先帮你过滤掉 除非你不用那个Application.ebookbox 如果你不用Application.ebookbox的话 那这个 变成说你type 冒号等于1这个 你就没办法去过滤数字 就变成你可能要用我刚刚讲 用S 那个 Numeric 那个函数去过滤 那当然 程式的写法 当然 像我的习惯 尽量越简单越好 反正 所以 像Application.ebookbox 他真的就是可以 减少我们写程式 所以这个防单1基本上就可以 可以把它注解掉 不需要没关系 那当然 我一般我不会把它 马上删除 习惯上怎么样 就是会用这上面有一个什么 使成事变注解就好了 暂时放这里 为什么 因为将来删掉的话 如果刚好又 删错了 要回来你又找不到那麻烦 所以 那当然如果你删错没关系 上面有一个什么 使误解还原为程式 就还原了 这还蛮方便的 所以尽可能做一些版本的控管 也就是不要一下子马上删掉 这个也是好习惯 OK 好 那 试一下 基本上我们有第1个 判断他有没有填写 第2个的话 防止什么 已经存在了名称 不过之前比较简单是x 可是现在有y 怎么办 你不能 你必须要把它串接之后 因为我们最后是放 工作板名称是这一串 所以你必须把它组合 比较一下 看看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删掉 然后 查询结果 这个地方 有没有 我是一样 筛选完之后 如果没有结果 防呆3 那这一段 其实跟前面 一模一样 所以直接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是将来 我是建议 你如果希望把VBA 学好 可能刚开始 还是需要很多的范本 因为你们刚开始 应该没办法 写这么多东西 而且 写完之后 也不见得 一定跑得成功 然后跑不成功 你又觉得很头痛 OK 那怎么办呢 去找一个 完成好的范本 没有问题的范本 那在哪里呢 其实我就帮 帮各位放在云端上 只是说你们可能慢慢习惯说 每一段城市 就跟堆积木一样 应该把它堆起来 看长得还蛮好看的 像一个机器人 好像乐高 小朋友来玩 也没那么简 大人来玩就不见得 可以把它拼得好 OK好 那这里的话 我们把这个房呆做完之后 再来就测试一下 然后就 没输入的话 其实我这边没有房呆 我直接按确定 你会发现 这个是application 的那个input box 他自己会房呆 所以你看我没有输入 他会说 您建议的公司有错误 因为一定要输入资料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是 个十百千 万 十万 百万 底下有一个 我故意输 已经有一个 然后呢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那因为有重复 对不对 所以他比对到 把它删掉 有没有删掉完之后 又重新建一个 不过太快了 OK 另外当然 其实应该射中断点 只是因为 这前面讲过了 所以我就不射中断点 自己回去再玩玩看 但我是建议的 如果你实在对这个不熟 一定要学会射中断点 再配合f8 反正慢慢跑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上课没有办法 讲那么慢 所以基本上回去有时间 你就慢慢玩 那这里的话 当然我们试试看 如果没有查询结果的话 比如说我个十百千 一千到五千好了 这个数字应该没有 所以他一定会 查无结果 可是 他还是出现了 居然有一笔 这个总价 漏网之语 这真的刚好就五千 所以我以为奇怪 所以理论上应该 一千到两千 应该就没有了 所以他应该 会出现查无资料 那应该没错了 所以理论上 这样的一个查询系统 好 那一样的方式 方式 其实你做完之后 总价 我想 总价跟建档 是差不多 然后最后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段 筛选总价 直接就把它 怎么样 把它 复制 贴到那个 就是我们的刚刚的那个 就是 实价登录 所以基本上 这一段 有就 那当然只要改几个地方 我想大致上都差不多 在下面这边 记得 专案 因为有些同学对这个专案不熟 上面这个 有没有 问题零五 因为我开两个 所以下面这个 你可以看 VBA 旁边这边名称 不要搞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 混在一起了 程式乱贴 贴到最后都自己搞不清楚了 那就麻烦 特别之后 这个也要养成 那我是把它贴到这边 这个是 筛选总价这一段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 其实主要改哪一些 你就要先确定一下 应该只要改那个 这个 本来是在 H栏 改成在 屈栏 所以这边的话 也许 就把这边 再把它改一下 筛选总价 这边把它改成 7 然后 其他的话应该也就 好像也没什么好改 你就再踹一下 这样的话 就可以马上 再去筛选那个 我们的实价登录的 比如说你想要买的房子 是介于多少呢 看看有没有 小于1000万的 所以你可以 比如说我想要找一下 小于1000 1000万以下的 房子 当然我们可以 假设我 各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 一百万到 990 各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 990万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还是有 只是说呢 地段 好像都是墓葬 新隆路 墓这个文山区 要不然就是大同区 内湖 OK 然后坪数可能都不多了 所以这边当然基本上可以可以找到 只是最后呢 你要怎么再去做后续的 比如说你要再去跑一个枢纽分析 那你就可以再针对自己要的东西 至少前面帮你过滤掉了 否则的话你要做一些前置作业要花很多时间 那这样你就按一个按钮 马上就可以帮你把实价登录需要的东西做个分析吧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最后这一段程式 就是筛选那个总架 这一段我看干脆 我也把它再update一下 把这个 最后 其实 就慢慢把它尽可能的 标准化它那个 这个流程 基本上我刚刚就是利用 范本来做修改 筛选总架 好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批次查 不过批次查询基本上是在 单次查询的基础上 再延伸出去 所以你单次查询查不出来 你批次就不用讲 批次只是说 第一个我们会需要一个清单 建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呢 从头帮我跑到尾 这个清单里面就是我要 批次做什么样的查询 比如业务人员我把所有业务人员10个人好了 我就建一个清单 他从第1个帮我查到最后一个 你按个按键 所有业务人员的资料全部跑完了 OK 所以你需要会有一个清单 那未来当然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 需求 然后外乎就是一个批次的动作 那后面当然慢慢的话 会延伸到 如何从网络上去捞资料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难度又会更高 但也会 再牵涉到前面所讲的 比如说 捞下来之后呢 你要怎么样放到你的工作表里面 当然会遇到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工作表 删除工作表 还有一些工作表的相关应用等等的 所以这个我想回去 尽可能把这些活用了 那今天我想 时间很快 今天就 先讲到这里好了